英國王家雅士谷賽旗曲中人山 不少騎煉在五天的賽事取得好成績 包括即將掛虛的戴桃李 戴桃李在首日賽事似乎欠缺少許運氣 拿了三個雅軍 不過到了第二天的賽事 她終於火拍由老伯當高士登訓練的 龜吉兒打開勝利之門 攻陷女王平賽 緊接這對騎煉組合在下一城 在第三天的賽事 合作四歲馬壯膽式,勇奪雅士谷金杯 也是戴桃李的拆騎生涯 第九次贏出這一項一級賽 作為現役 在皇家雅士谷 贏得最多頭馬的騎士 戴桃李之後 拆騎來自厄品賢馬房的開運符 勇奪奧爾巴黎錦標 贏出第八十場皇家雅士谷頭馬 同日再憑知葉猛身 攻下沙特利含錦標 最終以八十一場頭馬 結束拆騎生涯最後一個皇家雅士谷 難怪他自己都說難以置信 我驚訝 聽說,很棒 我愛阿斯卡 我會失望它 但我享受這時刻 而今年賽期 另一焦點 就是戴桃李和莫雅之間的 精彩對決 和戴桃李不同 莫雅在首日賽事 已經大演武子戲法 除了憑愛爾蘭二千堅尼冠軍 帕丁頓 輕鬆擊敗戴桃李的助騎新皇朝 贏出聖之武士皇宮錦標之外 通日亦憑古都命河 同攻守友到爺馬 緊接他在第三至五日的賽事 都有頭馬進章 除了協助惡伯仁超越 司徒德爵士 成為皇家雅士谷 爺馬最多的現役練馬師之外 更加以六場頭馬 擊敗大徒李 成為今年皇家雅士谷賽期的 最佳騎士 而他亦非常欣賞這位 即將退役的勁敵 我記得我祖父父父父父 我小時候小時候 其實是他最美麗的駕駛 你會看 如果你要建造一個 建造一個 建造一個 他有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他也很困難 他也很困難 他一直想要站在最頂的位置 35年後,這不太容易 而今年賽旗的巴漢一級賽 就大吹冷風 打頭陣的一級賽,女王安尼錦標 由國能測騎的三拍子 擊敗一眾熱門贏馬 只有由韋爾德訓練的大熱門提起勁 成功在基士起司跨下 順利攻下加冕錦標 另外騎士杜遠欣憑著調酒源流 擊敗大熱門喜飛王女 控酒王籍錦標 成為首位在皇家雅士谷 贏出一級賽的女騎士,寫下歷史 而她丈夫馬坤也有頭馬進帳 她拆騎以莫大俠 以馬頭位之差 險勝英王阻止五世錦標 協助英王查理斯三世 首次在這個賽期贏馬 而這筆賽區 也是已故英女王伊莉莎達二世 配慾及送給查理斯三世的禮物 難怪爺馬的她會感動落淚 而在日本上演的寶寵紀念賽 雖然初次在板神競馬場上陣 不過就罵不到春秋芬這批日本馬王 雖然她全程走外跌大釀賽 不過不斷一加速 就成功後上擊敗一眾對手 大熱澎杯 世界最高級的資源 今天也會成為這個 今天也會贏,Egranox向前方 Egranox贏了7C 然後就在宇宙 競賽生涯連勝四場一級賽 而這批上衣 今季會以日本杯為重心目標 兼指豐厚的特別獎金 看完英國和日本的精彩賽事 接下來星期一 就是德國和愛爾蘭的打比大賽 大家千萬別錯過了